谢谢,晚上好 谢谢MSK,SKY,110,谢谢 晚上好 谢谢Sitting,谢谢,晚上好 谢谢Sunting 大家好,晚上好 谢谢15230767455,晚上好 谢谢初见YF,晚上好 谢谢柔风快枪,晚上好 今天晚上是要讲讲曹操跟袁绍 然后周五还剩了两道奏折 说万一有地方银行倒闭了 老百姓存款里的就是存在里面的钱怎么办 嗯,潘利克是这样啊 就是说在几年前就已经 就是出财户类似的法律 封顶是50万 这些FORCE77 封顶是50万 对这个来看的话 嗯 已经是有这个预防措施 你看嘛,咱们上了月 刚说完可能地方性的一些银行 会有债务问题 这个月不就有银行爆出来了吗 谢谢RDZ 实际上地方一性的银行 他的这个存款的数量啊 就是说 个人还是这个比较少的 说他们都倒闭了 谁赔啊,地方啊 问你话说 银行他也会有保险公司去给他理赔的 谢谢扒了皮的肉包子 就是对于普通 百姓这个来说 老百姓,老百姓的存款 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四大行当中 像地方性的银行 这个散户的储蓄量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当然你买理财产品是这个 例外啊 买理财产品是两说 因为在买理财产品的时候 一般人都会去签一个就是协议 只不过很多人在签协议的时候 只看到了收益,没有看到风险 那 谢谢豆豆在发言 任何理财产品 就包括支付宝里面的余额宝 实际上它都有金融风险 那么只不过是金融风险高 或者是金融风险低 谢谢万金黄 谢谢年少不清狂 后市怎辉黄 那么一旦当这些理财产品出现问题之后 是不能按这个储蓄来这个算的用 支付宝不是理财产品 但是余额宝是 你要说千万不要买理财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可能的吧 你要说你不买理财的东西 单纯吃利息 利息还是比较低的 然后呢你要是只是存 就是存 就相当于存成活旗 你这些这钱 钱少了的话 这个肯定是亏的嘛 钱多的话 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理财 谢谢好文 349830233 谢谢国子健大学士 当然 嗯 理财产品嘛 你只能选择就是说高风险啊 中风险或者是低风险 那 越高风险的理财产品 它的这个利息就越高 你要说你的钱全买了货币基金 像余额宝它就是货币基金 相对安全很多 但是如果主权货币崩盘的话 一额宝就跟着崩了 谢谢JY00558100 谢谢木木 谢谢桑扎木 对啊我说桑国咱们会跳一下 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讲一讲 然后2020年咱们开大话南北超 那这有一个就是说 我认为啊 买低风险 这个理财产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你想想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都崩盘了的话 那你就算是存款的话也都是崩盘 你说最稳的还是买黄金 你买不到 就是对于个人来说的话 你能买多少黄金呢 你不能说我去这个珠宝店去买珠宝首饰 尽管来说买的珠宝首饰它是黄金 但是你在卖的时候 它是不能按照这种货币黄金是进行交易的 是需要折价的 只是有金融风险还没有说哪个银行倒了 那么 你除非而且你个人来说的话 你能买多少黄金 从资产保值的角度来说 黄金的这个投资应该是按吨来算 这些黑色卡拉雄 你要说中国黄金出的金砖 那这种东西你就是你买这种小的投资金条 或者金砖什么带回家是没有用的 数量太少了 它是就算是以黄金为单位进行交易的话 它的数量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要考虑把黄金作为理财产品呢 按吨算的时候 如果说你是买那种就是投资金条啊 或者纸黄金什么的 它也是跟普通的理财产品是一样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会跟金价挂钩 因此而已 因此你投资黄金的话 它都是属于大的财团 或者主权国家去把黄金或者说这种贵重金属 作为这个投资理财产品 这自己个人的话其实就是普通的理财产品咯 谢谢追330 而且现在黄金就是黄金它 哎呀升值也是非常缓慢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黄金 它现在你要说它是硬通货吧 不假 但是你从个人投资角度来说 你你投资黄金 还不如买鱼和宝这些的 这这这这真的啊 不是说我有多么看不起黄金 因为你黄金这东西 嗯 它 受这个就是说 大涨的可能性 很小 但是跌宕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嗯 铜的话你能买多少呢 就是贵重金属理论上来说 都可以拿来当投资的对象 因为它属于战略物品嘛 就比如说你囤原油一样 我敢拿走你要有钱的话 你囤原油一定是赚的嘛 囤原油 你可以想象一下 每个每过几年的之内的话 一旦世界局势有波动 原油必然会疯涨 然后呢 你只要能囤能投 你就你就能赚钱 但是你不能说买一桶买两桶吧 这些到他老兵兄弟送的粉丝光棒 你你需要买多少 你都是要以百万桶来进行计算 这是不可能的嘛 你就换就换句话说 就是像这个什么 就比如说那些大的房地产公司 万科什么的都囤不了 原油能囤 但是一般的人囤不了 你拿中国来说的话 像中石油中石化一些下属的这种企业 是可以囤的 就是你钱太少了嘛 而且囤原油像一些大的这个 跨公司财团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他就普通人能选择理财产品是 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像股票啊 那么再有点想赚多钱的话 去倒通期货呀 剩下就是一些这个基金呀 金融这个其他的一些银行里面 或者保险公司推出来的理财产品 就你普通人对于普通人来说 你想赚大钱的话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考虑到 如何去让自己 你不敢说跟这些大人物们有 同样的财富或者同样的地位 你最起码跟人的眼光底一样吧 别人就是有句话 我不知道可能说起来很难听 就是别人吃肉的时候你好歹 不能去好歹要做个能喝汤的人 你不能去等着吃屎吧 对不对 原因是别人 你俩眼光在一致的情况下 你会知道对方是怎么吃肉 然后在吃肉过程当中 哪些地方会成为汤 然后你又比其他人看的更远 你把汤接住了 就OK了 不要想着去吃肉 蹭口汤喝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一辈子都受用不尽了 能学会蹭汤的本事 别的不好说吧 反正是跑车别墅这些东西 都有了 眼光你首先都得一致 否则眼光都不在一起 别人在折腾什么的时候 这边茫茫然都不知道 等到别人折腾完了才反应过来 这玩意可以赚钱 这种信息不对称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你就拿楼市来说吧 我去年就跟一些水友说 我说你要是刚性买 刚不刚性买房子的话 你就是买就是了 如果是投资的话就不推荐 那么还有水友 真是非要把这个房子看作投资对象 结果向上的楼盘 今年一年降价20% 关键是降价20%以后他还买不出去 当然有水友是直接在高峰的时候 把房子给出了 也是美滋滋 这些避暑山庄 那么还说了一个就是说 在去年PRP很火的时候 这咱们直播间所有都可以给我做成 我说PRP这个东西 现在就已经到这样了 你已经不是第一波刚准入的时候 靠融资靠什么能变现一波 现在已经到了一种就是说失控的状态 那么失控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定会被整治 谁入谁死 然后当时这个就是还有水友说 主播等我赚的钱 你就在那说吧 等我赚的钱的时候拿礼物来砸我 我说我我倒是希望你拿礼物来砸我 你看到你们那儿涨的是20%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涨 你看到成交量 这些丑杂丑道兵 对于很多三四线城市来说 他可以的确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强行的拉高房价 但连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房子 都开始处于一种下行区间的时候 你让三四线的城市拿什么去撑呢 对不对 谢谢Flapper的228-414 但是人为拉高没有人为成交啊 比如说像新一线杭州 2019年下半年 成交量都惨淡的一批啊 这些人类只有些小号爱收藏 这种大趋势的东西是根本没 是个人所不能左右的 这些涛克瑞啊 晚上好 来再看看火力全开 嗯 你刚去你没办法嘛 你无论方 就是便宜买 刚去的话 碰到房价便宜的时候买了就是少花点钱 房子贵的时候 买了就等于再辛苦一点嘛 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你不能说我急着用房子 我等个两三年 等个两三年耽误多少事 对不对 谢谢孟常立 谢谢这个 金城老师 然后呢 好东西是涨 卖出去了多少了 卖出去多少了 你说现在炒啥好 你想炒啥都可以炒 前提是有多少资金 你说房价降的也不那么厉害 不可能降的厉害呀 如果房价降的厉害 那就是经济危机了 别闹 房价这东西 它牵扯到整个这个就是 国际民生啊 这些flap pad 717 我说的房价这东西 其实上是跟我们个人的资产 就是每个中国家庭资产是严远挂钩的 中国人最忍受不了的话就是家庭资产缩水 尤其是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 中国人把这个家就是家庭的资产配比大头全放在房子上面 这些自己的天 问题在这 这些不死之身亡 你别看我们 你每个人在街头巷尾的时候就说 啊这房价怎么还不降啊 真降的时候就不干了啊 第一个不干的人就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本来说身家百万 这房价跌了百分之三十 哎 这家就变成七十万了 谁能忍得了 啊 那对于大老门大老门来说 很大老门的很多人的资产啊 也是以房地产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 一旦房子这个这个跌的比较厉害 那那关键是他拿这些这个这个 这个房子不是什么 去抵押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贷款呀 或者说互相担保什么的 直接就崩了 谢谢浩浩爱收藏 谢谢翠云庚 你说未来十年什么情况 未来两三年可能还能比较稳吧 然后呢 这两三年就是从2020年2021年2022年 这三年的话中国和美国会进入到一个快速的这个竞争时期 那么在竞争的这种就是说过程当中 嗯 会产生很多意料不大的事情 大老门都说啊 脱脱手换国籍跑老美了 那有个问题 谢谢蓝天风啊 美国人凭什么 要 就是允许国内的大佬再去美国当大佬呢 对于老美来说 口袋张得足够大 啊 有人带着大笔的钱来 固然是好事 等把钱带来之后 再收割一步起步更好 这些501259723 你打个比方吧 当大佬们去把钱 把这个资本啊 带到美国之后 那肯定是以这个 投资的形式 然后呢 老美只要出台一个法律啊 什么法律呢 就是在某些产业当中去限制这个就是外来资本 那么已经投进去的外来资本了 我给你折价嘛 对吧 比如你投1000万 我给你100万 谢谢小一仔XR 你说主播说 你说我说的这么狠 美国人有那么干的吗 哎 假快这可是个活生生的存在啊 真觉得美国人都是小绵羊 真觉得美国人都是好心人 你看假快捷带着巨款到了美联监的时候 美国人把假快捷啊 封成了创业之神 封成了这个技术的先锋 然后呢 这这这一堆的这个就是 桂冠 那等老假把钱在老美那都花的差不多的时候 刚报上的新闻啊 你不诚信 哎 哎 早怎么不说呀 两年前怎么不说呀 谢谢 这都不用去再预测未来了 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直播间每一个水友都能看得到吧 两年前假快捷跑到美国是 美国人是什么样的态度 两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谁都很现实 前眼睁睁的这个 哈哈 就让人家给炸干了 谢谢抠绝主播 谢谢年纪轻轻就这个 嗯 月塔 这刚才没有利用价值的扔掉 对啊 这些燃野果子果然也 你认为 当个有钱人把钱都甩了 然后去美国 哪有那好事 对面也是大老虎啊 嗯 不论是英国人也好 还是美国人也罢 都是大老虎 谢谢AHSHK 那么当然了 那还要请大家看了 看再看一出这个大戏 来看看 小天王是怎么被英国人炸干的 这就是对昂格鲁萨克逊人这个 认识不足啊 说假快捷不算什么 那位还有一个 还有小天王在英国的投资呢 这才是未来五年的重头戏 假小天王努力了大半辈子 攒下了这么多基业 总认为投到联合王国 是一个安全的存在 他太不了解英国人了 这些皇家大卖茶 我就说请大家看呢 等再看五年呀 对英国人估计不足 然后看看英国人的割草的这个 手法 不是安排了 小天王 并不是年纪小 对啊 现在来嘛 对不对 没说到假快捷到老美的时候 人家还是创业之星 当时FF被称之为最具这个创业性的最具现代感的美国公司 啊 谢谢青藤往事 现在呢 这些神情小朋友超可爱 你要说封号这种东西都是虚的 也不一定啊 先等等看 谢谢青藤往事 然后呢 先安个心嘛 让对方安了心了 才好把钱我给我搬啊 谢谢山来阿来 谢谢孟曾尽在咫尺 总之一句话嘛 政治是政治 生意是生意 虽然说有时候政治和生意是相通的 但一旦就是说 嗯发生一些悲剧的 或者说发现是发生一些紧张的时候 哎 那 商人是要出血的 那打个比方我们都可以很容易遇见到当英国脱欧之后 然后呢 整个欧洲会有一个 嗯 经济的这个震动时期 也就是说 对于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而言 都需要有钱去度过危机 英国人就不缺钱吗 英国人也很缺钱 美国人会帮英国人吗 美国人自己的国债还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英国人怎么办 嗯 难道英国的这个首相对英国的这些商人们来说 现在我们的联合王国遇到了危机啊 大家都拿出来一点帮助我们这个度过危机 不是说制裁英国 因为这东西就说 当英国退出欧盟之后 那么英国不再享受欧盟的待遇 同时也不再承担欧盟的责任 很多东西都需要这个调整 那 谢谢SoprTD英雄送的小礼物 那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 都需要拿钱去度过这个时间呢 那 放了这么大一个大佬 这么有钱的一位大佬 谢谢 谢谢 提蒙112420966 谢谢 就现在大家都很缺钱 缺这个钱 他不是说印出来的钱 缺的是资本等价值的钱呢 在这 这是TTN兄 那么不缺钱的时候 当然你好我好大家好了 缺钱的时候 先是外人出钱呗 嗯 至于说是主动花钱买平安 还是被动来割肉 哎 那 看老 看小天王自己的选择吧 嗯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 你把一个国家啊 看 看成一座房子 一栋房子 那么在这栋房子里面 生活的一些人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一方面去生产和创造 各样的东西 一方面也会消耗各样的东西 食物啊 这个水啊 然后各样的生活用品啊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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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那么这些物资 就原本是十栋房子里面 每栋房子有十个人 一百个人的东西 假设什么 就是剩下九十个人啊 就是剩下就是九十个人吃喝的时候 但是有十栋房子呀 必然会有十个人而挨饿 那 那有的房子会想办法让自己家的这十个人不挨饿 那有的房子会想着让一个人挨饿 问题就在这儿 至于说他撤不撤 HK的经济他亏的更多 那也是他自己 那换句话说也是 自己做出来的 嗯 嗯 那怎么办 上帝与黄金呢 上帝与黄金呢 上帝与黄金 咱们礼拜一到礼拜五讲啊 小阿姨 对啊 今天是没有的 明天的话我们会讲讲法国吐司 哈 英国人对法国人称 哈 说英国偷对中国来说是好事吗 嗯 喜忧参半吧 首先来说 嗯 英国一托欧盟必然震荡 欧盟在震荡的情况下 肯定会 就是对于 已经离开欧盟的成员国和 还在欧盟当中的国家 都需要这个盟友来进行 都需要寻求外援 嗯 何德士普尔啊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 嗯 可以进一步的去加深中国跟欧洲之间的联系 因为中国要说 现在的话 在高科技领域里面 急需突破这个美国的封锁 那么能在科技上跟美国啊 接近或者有些方面能跟美国并驾齐驱的 也就西欧 那这对于中国去升级自己的产业 是一个好的机会 这是 这是这个有利的一面 谢谢A19872 那么再说这个不利的一面 因为英国脱欧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整个欧盟实力的下降 那也意味着跟美国能够竞争的经济体啊 又弱了好几分 这些英雄联盟加文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它的压力就是在经济方面的压力 会减轻不少 如果说在英国脱欧之后 很多欧盟成员国 甚至包括英国去完全导向美国的话 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晚上好 明王兄 谢谢欧利此动 因此呢 当英国没有脱欧或者脱欧之前 哎 那中国和美国跟欧盟之 就是跟整个欧洲的外交战略 外交关系啊 牵扯到 估计就会全面的那进行调整 现在外交部应该这个 忙得很了 谢谢你们真的好屋 说美国会导向 你说英国会导向美国 也不一定啊 晚上好 关键是美国这个时候在导向英国之后 假设把英国真是变成自己的小弟去支援欧洲的话 那英国不越玩越回去了 那你要是英国的这个就是领导阶层的话 此时此刻啊 倒向美国 那美国是肯定是趁机啊 狮子大开口 反正你脱欧了缺乏外援 我再给你提个人过分的条件 那不亏死了 谢谢火箭绰绰 但换句话说 就算是美国帝国的橄榄枝开出了很多优厚的条件 英国真的就要敢接吗 曹操元首都聊完了 没有啊还没开始 等两分钟 谢谢左敬舟 谢谢风明昏奔跑 今天时政考研不会要考的 关键美国也缺钱呀 英国过去这个淘田呀 就是美国可以拉着英国一起去赚钱嘛 冬至安康 火箭绰绰 但是 哎呀 跟美国走 作为一种隐隐约约是吧 不太靠谱的干脚 说同样的祖先咋差别那么大 差别不大呀 本质上来说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战略思想上是这个高度一致的 这些天地人和三十六 我前面不是就讲过了吗 英国所建立的海上霸权 以及海上帝国的设想 谢谢小港兄弟送到办卡 谢谢 早已经被美国也完整的继承下来了 谢谢ARO180 说美国人的套路地球人都知道 哎呀 实际上美国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对付的国家 而且美国的智囊团也一点都不弱 谢谢狂徒健康 谢谢PP PUNBO 你就拿美国用这种自由民主的思想去搞洗脑 忽悠了一大票的这个年轻人 哎呀这招就已经让我们都很头疼了 难道美国不厉害吗 美国 哎呀还没怎么样呢 一方面笔是他够无耻的 另外一方面也只能说 压真行 对呀很有煽动性 一些不多多药这个也不少 因此 在跟美国人的竞争跟美国人的这个对抗的过程当中 还是那句话 要充分的去了解美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去了解了解 安格罗萨克逊人的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体 谢谢 从今以后只为自己而活 就不是最近咱们在这个讲的上帝黄金吗 对精神道德层面的攻击是非常厉害的 美国人是传下的老祖宗 庞氏骗局吗 那能当上世界老大 也都不是轻轻松的事情 美国人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 他所奉行的内政外交军事策略 都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至于说美国会把自己顽脱了 这是一个什么 有减入涉意 有涉入减难的问题 现在的美国人早就失去了老一辈的美国人 那种开拓进去的精神 光想着薅羊毛 而不想着自己去创造价值 这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好吧我们来开始今天讲三国 那么上周呢 周五呢算是开了三国的第一期 东汉这个是怎么怎么 就是东汉是如何名存实亡的 也谈到了这个 反正好谢谢2025兄 谢谢 谢谢还是你啊 谢谢这个书楼龙秀丰盛 那么 谈到了巨发集团和世家集团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曹操跟袁绍 在三国演艺这部小说里面 或者在很多影视剧作品里面 袁绍我认为是被黑的最惨的那个 谢谢2015兄送的粉丝金光棒 袁绍一说啊 多谋少段 这个外观内窄 哎呀 就感觉袁绍一无是处 袁绍这个反正就是给曹操垫背的 其实输给曹操的啊 并不是袁绍 而是他那两个不成器的儿子 袁潭跟袁绍 一场战役的胜败 根本决定不了大局 如果袁绍真的再能像曹操一样 多活个20年 这中原谁是老大 还真的不好说 要是 嗯 就这么说吧 在三足鼎立之前 啊 整个中原战场上 那 最有实力的两位人物 就是曹操跟袁绍 我说的实力 不是手上有多大的地盘 手上有多强的军队 手上多少钱 老人说这两个人的格局很高 嗯 看得也很远 嗯 这就是曹操和袁绍 两个都是做大事的人 那么曹操跟袁绍啊 他们俩就有那种就是英雄 是英雄 息息相吸 星星相吸的这种感觉 两个人在这个东汉末年的时候 迅速形成了一个 嗯 合作起来亲密无间的政治集团 这些阿斯兰都好叫 那么很多人要明白一件事情 当天下大乱的时候 袁绍手里面有什么 袁绍手里面有什么 谢谢C平 AF 大家来讨论讨论吧 反正三国都熟 啊 平时一聊其他历史的时候弹幕也少 袁绍手里面有什么 声望 除声望之外 还有什么 小曼凌王 哎 这又是一个被洗脑洗得很厉害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吗 有今天这么大中国的地方吗 有你拿汉语来进行说话吗 早被其他民族洗了 还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发弹幕呢 袁绍手里面有什么 什么都有啊 谢谢馒头送的粉丝文棒 啊 那袁绍有多大地盘呢 袁绍有多大地盘啊 就是董卓进洛阳之后 袁绍的地盘有多大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是吧 那袁绍手下有多少人呢 好像也没有 没有 袁绍是没有地盘 也没有这个就是冰 非常少 就是袁绍他所有的就是一个声望 哎 谢谢费尔的长满桥 你这钱的话他也没有多少 他就是振臂一呼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 当董卓占领洛阳之后 董卓直接给袁绍啊 顾忌袁绍的声望 顾忌袁绍的地位 让袁绍去渤海当个渤海太守 说白了就是给袁绍 袁绍挑了一个小城市 你就在这城里面呆着 当个小头头玩事 不要再搞事情 这是袁绍的起点 如果说把三国看作成一个游戏 袁绍的起点就是在天下那么老多大城当中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城 一开始哪有啊 没有州 没有这个州啊 袁绍一开始就一座小城 曹操有什么 曹操比起袁绍来就更惨了 袁绍出身四世三公啊 家境很好 曹操说我家境 你要说曹操的出身也不差 但是跟袁绍一比就没法比了 曹操的这个杨祖父 哎呀曹 曹滕 宦官 曹操的父亲曹松 大贪官 所以曹操一开始的时候 民生是很差的 嗯 民生不行 然后你说曹操有钱 有钱可以招兵买马 曹操也没钱 为啥 当天下大乱的时候 曹操的父亲曹松 曹操 就跟曹操说啊 这个儿啊 天下大乱了 咱找个地方避祸去啊 等天下太平的再出来 反正你爹没少给你挣钱 曹操说我想起兵这个 对抗董卓 曹操说你快算了吧 啊 曹操的父亲曹松是带着所有的钱 和曹操的兄弟去狼爷了 就是金天山东的这个 五连山这块 日照五连山这块 那曹操有什么呢 曹操曾经在平定黄金之乱的时候 当过齐都尉 然后呢 在西元八校尉的时候 跟袁绍贡国士啊 也是西元当过典军校尉 那么还在东汉王朝里面做过官 有一些家族的子弟 这就是曹操的家底 然后曹操 曹操去起兵的时候 前往的是陈柳 跟这个张淼起兵 和东卫是自助的 因此我们从这个东汉末年来看的话 袁绍的条件曹操的条件 真的算不上好 没有地盘 也没有足够多的人马和资金 那剩下的全靠打拼 袁绍的家底没在袁绍手上 袁绍的家底全在袁绍手上 上周周五的时候我恰好说过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这些世家而言 有敌力敌 无敌力掌 偏偏袁绍他是 侧妻生的 也就是小妾生的 他数出 袁绍是正妻生的 敌出 因此袁绍的这些家底全在袁绍那 啥也没有 就从物质层面上来说的话 袁绍跟曹操俩人 都有点 有点差 没有 咱们就说袁绍他俩 这俩一干的啥都没有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曹操和袁绍是当时就是最有前途的 或者说最有这个志向的两位年轻人 两个人实力强 说袁绍打仗的时候还在玩孤独 世家子弟的毛病 说中国从啥时候开始立衔的 简单来说从唐代的时候就开始不再讲究低长子继承了 这都能起得来 对啊 这都能起得来 所以我说一个人能力 才是最重要的 实力嘛 就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如果说实力很强能力不足 参考败家子袁绍 那东汉末年还有谁的条件 能超过袁绍的 首先老袁家四十三公 袁家大部分的这些 呃门生孤立都支持袁绍 那么再看看袁绍的地盘 如果一开始不是贪浪 荆州都是他的 啊 郁州是他的 然后呢整个中原地区 他只要这个振臂一呼 在曹操这阵这边的什么 很多人都得倒到袁树那边 对吧 袁树因为胡作 搞得南洋民不聊生 然后呢被刘表从这个荆州地区 赶出去了 啊 那 袁树又跑到这个 就是扬州啊 去跟刘瑶他们去争 那那袁树还是这个 你可以看一看在公元192年193年的时候 袁树的地盘有多大 袁树的实力有多强 当然了 别人在这个打拼天下的时候 袁树是标准的富二代啊 啊不是富恩代啊 出门讲排场啊 对老百姓是巧取豪夺 然后是天天沉醉在这个就是 纸醉金迷的这个天天都沉浸在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中 那就是袁树 就是袁树他的实力足以支撑他去成就霸业了 架不住他能力不足啊 嗯 嗯 袁树都已经能统一天下的 他手上的牌啊 就他的基础是不要太好 那可惜的是 袁树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乱世败家子 你说袁树的牌给袁树打就没有三国什么事了 这话对的的确确没 如果说袁树手上有袁树的牌 谁都不动玩了啊 怎么玩啊 上来就是震灭一呼 然后呢地方管理好了 带着大军进了进到洛阳 把董博赶走 然后回书长安 再把董博弄死 然后把皇帝赢回来 立个傀儡 然后呢再过几年篡权了 撑地完事了 嗯 嗯 对对 袁树的牌不要太好 嗯 对啊 那我们再看看曹操和袁绍 袁绍在反对董卓的时候 他是以盟主的形式来号召群雄讨伐赌卓 那么即便袁绍成为盟主之后 你会发现袁绍还是没地盘啊 啊 还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在讨伐董卓失败之后 新华鬼胎啊 袁绍和曹操都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靠这一盘散沙 想要去挽救挽回东汉王朝 想要去救国家于道选当中 这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他 因此在 这期间曹操跟袁绍两个人 就成了最真就是最牢固的盟友关系 这是为什么后来曹操被判袁绍的时候 袁绍能弃成那样 那面对这个 当曹操跟袁绍结盟之后 两个人还是什么 难兄难弟 曹操呢 全在这个新阳之战的时候送了一波 啥呢 没地盘没兵啊 这些点子扎手风铃扯呼 然后呢 又去扬州招兵 曹操也够背的 从扬州招兵的回来之后 中途军队还发生了滑变 还跑了一大部分新兵 结果就剩着千把号人 就在这个 就是河东那个地方 勉勉强强的啊 驻扎下来 那么那个时候袁绍能不能帮助曹操呢 袁绍也帮不了 袁绍没地盘 袁绍就困手在小小的一个渤海城内 就是他军队的这个粮草啊 需要通过冀州木韩富来供应 谢谢蓝色在座 谢谢大把小舅子 谢谢ZX0451 谢谢 那你说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 怎么翻盘呢 我说了 以政和以其胜 都到这份上的话 不耍阴谋诡计 再坚持道德的话 就死透了 因此袁绍就选择了一个对象去坑 坑谁呢 坑帮助自己的大恩人 冀州木韩富 那夏侯顿练兵厉害啊 打仗也是需要强大的部队去打的 谢谢盖勒比 谢谢太苍王 谢谢风俱幽谷 那么当时韩富对袁绍有没有猜忌呢 也有 他手下谋士就说了 这袁绍是心怀这个鬼胎 袁绍呢这个 早就想着入住冀州这块地 那咱们现在供用他粮草 只要把他粮草给他断 袁绍就饿死了 那韩富有没有这心思 有 乱世吗 有一辆文宠能打直接墙 这是靠俩武将是统一天下吗 想多了 靠打古代的时候 靠的是地盘啊 靠的是这个人手 那袁绍马上就要被韩富掐死的时候 袁绍就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什么方法呢 驱虎吞狼 谢谢XCC6012636 谢谢不懂 爱 当时在幽州 有一地方军阀叫公孙瓒 哎 刘备的同学 这大家都知道 公孙瓒呢 对地盘啊 对冀州啊 始终有想法 袁绍就给公孙瓒写了一封信 说哎呀不你带兵吧 来这个打冀州 我也带兵去打这个冀州 咱们两项夹攻之下 把这冀州给吞了 然后哥 哎 兄弟咱二一天作武 你看怎么样 那么 公孙瓒也想吃冀州 可是吃不下去 冀州实在是太大了 冀州实在是太富了 冀州的这个军队呢 作战的能力不怎么一样 但是人数还是挺多的 吃不下 哎 有袁绍给了这么一封这个信来了 那公孙瓒一看 这不太容易了吗 原本出阵地一户 原本出那可是军队能打的 韩复根本不可能是原本出的对手 这两个人加工之下 那冀州就是如碳囊取物一般 那原响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想让公孙瓒出兵 因为他知道公孙瓒只要一出兵了 韩复必然会寻求原响的帮助 很简单呀 韩复知道打不过公孙瓒 但是袁绍不就在旁边吗 袁绍又是我的老上级 我本身也是老袁家提拔起来的 我找袁绍 他又是盟主 盟主出来弹劾弹劾 出来撮合撮合 这仗能不打就不打了呗 那么等袁绍进了冀州 入了冀州之后 袁绍会跟公孙瓒二一天做五吗 这外一车1394515088 我们说打仗就要去算账 运营同样也要算账 公孙瓒本身就是冀幽州的地头蛇 在幽州有地盘有军队有势力 现在能把冀州二一天做五画根线 上面归你下面归我 那换句话说等公孙瓒在冀州站的脚跟 能不挥兵南下去吃掉袁绍吗 因此袁绍就想到了一个方式 我说话不算数 怎地 这下子 袁绍入了冀州之后 公孙瓒一看 袁绍果然厉害 三下五出二就把韩复赶跑了 赶哪去看曹操那边去了 谢谢GYH1399451088 谢谢黎思 接着给公孙瓒且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什么样的信呢 你可以回去了 没你什么事了 公孙瓒咱俩说的冀州一家一半 我说了一句话吗 我根本没说过 我跟你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你出兵来冀州 我在冀州 咱俩和兵一起去打董卓 现在我这边准备还没有完成 你先回幽州准备准备去 等你准备好了 咱俩再出兵去讨伐董卓 公孙瓒就感觉自己是像一头大蠢驴 妈的 被骗了 其实你会发现 袁绍这 这一招这个就是玩的空手套白狼啊 先利用公孙瓒逼着韩复赶 请自己入冀州 然后在进了冀州之后 再把公孙瓒一脚套开 嗯一脚踢开 袁绍则有人问袁绍怎么发的家 袁绍就这么发的家呀 你能说袁绍是 袁绍是蠢 袁绍是笨蛋 你想想袁绍这一手的话 放在今天有几个人能玩的出来 谢谢YYS1233 然而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可以骗呢 我可以套啊 你说我没兵 我势力不够强 我粮草不够用 有公孙瓒呢 那公孙瓒你不得分他吗 我都证据成了 他还给他分什么分呢 你说这个不要脸的 是 这 你要说袁绍的话 这个 这一手啊 可真的够这个 玩的很溜 那么袁绍在入主冀州之后 他跟曹操之间 形成了一个政治同盟 那因为两个就算是有冀州这块地盘 啊 两个的情况也非常的不好 第一件事情啊 冀州也好啊 沿州也罢 曾经在数年前 经历了黄金之乱 黄金之乱虽然被平定了 黄金军消失了吗 太平道消失了吗 其实啊 这些黄金军的残余 在造反的时候是此起彼伏 他不是小谷的 你比如说像青州黄金军 一造反的时候是 几十万人啊 那么关键是在黄金之乱期间 那些被打散的黄金军 他都开始去干什么 扯掉头上的黄金 变成了新的割据势力 新的山贼土匪 什么像什么黑山贼啊 这些他都是这个 早期黄金之乱的残余 也就是当时华夏中原这块地方 在这到处都是 要么就是军阀混战 要么就是这个 土匪山贼 那袁绍入的 冀州 冀州境内最大的黑山贼很厉害 接着啊 那那那两方面的力量 那袁绍虽然说 采用空手套牌 派狼的方式夺得了冀州 但是他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敌啊 公孙赞好对付吗 公孙赞面嘛 公孙赞实力是非常强的 第一件事情啊 公孙赞 他在幽州地界 既是强龙 又是地头蛇 在演艺里面 在或者说在这个 证据都当中啊 很少来提到公孙赞这个人 因为他是给袁绍刷经验了 败在了袁绍手上 谢谢华哥 华哥520 但是公孙赞这个人 一点都不简单啊 第一件事情 他出生于幽州公孙 公孙家族 能力很强 啊 就是家庭的这个 背景很强 但是公孙赞也跟袁绍有同样的问题 述出 哎 你说这鸭的小老婆生的就这么惨吧 放在后来不太惨 但是在汉代的时候是真的惨 家里面什么好处啊 好事都跟公孙赞没有缘 但是公孙赞呢 就只好啊 在当地的这个太守啊 手底下当个书笔小利 当快就相当于小官打杂的啊 然后呢 公孙赞呀 你要说啊 能力很强 哎 办事办的很牢靠 记性特别好 人也很灵活 还有一点 帅啊 公孙赞你说三国里面的帅哥 有哪些事 曹操一定很丑很显很难看 但是公孙赞一定是个大帅哥 为啥 使这个人高这个就是马大 而且长得也倍儿精神 一下子就被什么 当时的太守看中了 太守一看中要不这样吧 你小伙子呀 我看你这很有前途 前途啊 那咱俩啊 接个亲 我当你岳父怎么样 就把女儿嫁给了这个公孙赞 那这下子就不一样了 有身份了 哎 又不是输出 那输出也不重要 公孙家就起 出了这么一个牛人儿为荣 这个这个为荣啊 徐云也是美男子 没错 那么当公孙赞开始 那毕竟他的这个文化水平有限 他但是当时有人 这个教导他呀 在幽州地界啊 还有一个大家族啊 很厉害 范阳卢氏 卢植他们家 公孙赞他三国世纪 是不是年纪已经偏大了 不会他跟刘备应该差了多少 那么当这个卢植曾经当过九江太守 然后有一段时期是辞官不作 辞官不作以后呢 返回老家在老家读书教书 那幽州嘛 说幽州人士 卓郡人士 那公孙那那那 那卢植一教书 公孙赞就被送过来去这个 就是培养了 刘备也被家族的人送过来培养了 俩人是同学 有人说公孙赞和刘备怎么是同学 两个人啊 都师从卢植 但是话说回来呢 刘备和公孙赞那那是吧 就不一样 你要说刘备想救关羽 刘备救不了关羽 拿头救啊 一会儿会这个 以后会讲到啊 下礼拜的时候 刘备说不是我不想救啊 我实在是救不了啊 好 那么当这样的情况下 公孙赞就进入到了仕途的这个就是 快速就是进入了一个仕途的快速通道 很快他就成为了什么 幽州地界出类拔萃的武将 那么公孙赞能力有多强呢 当时汉朝边郡有一只少数民族叫乌环 乌环人士年年进入到这个这个 赛内来进行劫掠 说为什么救不了 跑过去需要三个月 得到消息的时候 关羽已经炸了 说 荆州出兵刘备不联动一下吗 刘备大军还在汉中呢 那要不说荆州出兵的话 也是关羽自作组装啊 刘备就算是想救大军调过去需要三个月 还是那种比较快的 等刘备带大军去救的时候 关羽早就凉凉了 你要说不就是卢氏讲公开课 刘备跟公孙赞去听了强行师从卢氏 但是公孙赞和刘备两人是认识的 认识的 这些方言十米兼人就养 好 乌桓是汉朝的一块心病啊 也就是就是你会发现从东汉中叶 汉河帝时期一直到汉末 乌桓人 那汉军汉军对乌桓的作战只是防御性质的 是是那个 一个木字旁一个那个 元旦的旦的那个 就是戴一横 乌桓 齐桓公的那个桓 也叫乌桓 小数民族 乌桓很强汉 年年的骚扰边境 汉军是十战九输 等到公孙赞带着军队来到达幽州边界的时候 行事逆转的 为什么 公孙赞已经不在于满足就是说被动的防守 你乌桓人来了 我给你挡一下 你乌桓人来了 我给你打回过去 那公孙赞的选择方式是我越我出赛啊 这个进入到乌桓腹地去进行作战 那公孙赞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给乌桓人打的是落花流水 虽然自己这边损失很惨重 很惨重 但是因为公孙赞 他身边的这些亲信都骑白马穿白袍 那乌桓人就给公孙赞一个称呼 他精锐部队白马一从 谢谢 然后 欧阳 那么你看公孙赞的战绩在汉朝的这些边疆当中也是靠前的 白袍 能差吗 你可以想想 袁绍在占领幽州跟公孙赞翻脸的时候 公孙赞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名将 而袁绍本身 还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战绩 带着大军去打董卓 还被董卓给打回来了 要说袁绍的胆子也很大 那么袁绍的有冀州境内安全吗 被取役嘛 也叫举役 谢谢郭伯拉拉送的粉丝萌棒 袁绍的这个 哎呀 占了冀州以后 就要去考虑对付冀州的黑山贼 也要去想化对付幽州的这个公孙赞 嗯 袁绍啊 嗯 那 袁绍的压力可想而知 那这么来看的话 你认为袁绍差吗 公孙赞也是当事之名将 嗯 那 那袁绍要去对付啊 这个公孙赞也好 去剿灭黑山贼也罢 他的后方必须要安全 那么谁来保障 袁绍的菊花 草草 袁绍在入主冀州之后 立即想到了一件事情 把曹草给提拔起来 把曹草给扶持起来 曹草当时在东郡 在不是 河东的日子很不好过 那我们都知道 嗯 三国的历史 三国治是陈寿修的 对不对 那再加上司马家 尽是继承了三国的这个 这就是继承了老曹的家业 那么曹草的形象啊 这个呃 那必须要尽可能的光彩一点 所以我们在历史当中 很难看到袁绍对曹草的帮助 嗯 那我们要去想想 当时的曹草根本没有能力 去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但是他能够在眼周站稳了脚跟 这可能吗 谢谢维大健康不看直播 那有个问题啊 为什么曹草在眼神的时候 其他人不眼红啊 你曹草算是什么呀 你就手里那点人 你还能占占领一周之地 这不可能的 又被浅荷带歪了 我等会儿啊 八夜咱们就脸上去看 就这是一段被就是 刻意隐藏掉的历史 那如果没有袁绍的帮助 那袁绍只要振臂一呼 老袁家的人必须要帮助曹孟德 你说夏侯兄弟变卖家产 夏侯兄弟能多有钱 就曹草从这个桥县 也就是伯州啊 所能招的那点兵啊 攒的那点粮制的那点军械 能支撑曹草才成为一周之霸主吗 谢谢天空色 谢谢粉德燕珠 这曹草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盾呢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当时在青州黄金贼起的时候 曹草曾经啊 再就是刘代跟乔茂 反目成仇之后 曹草是怎么打赢的黄金军 那么曹草军 咱们说曹草就是军队的 曹草正兵的时候兵员从哪里来 假设从眼州正兵的话 武器从哪里来 粮草从哪里来 这等于点明灯 恰好 那袁绍在占据冀州之后 粮食不缺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没记下来 就是分项羽 我印象最深就是那位驴马同 不过分封 你给查一下吧 五个人嘛 就应该就一个姓杨的吧 那么你要说主播怎么知道证据的呢 当曹草跟袁绍决裂的时候 袁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被记了下来 要不是我 他曹孟德都死了几回了 谢谢刀子老兵 那你可以看见看起来 曹草 袁绍对曹草的这个就是支持 还有一件事情 啊 当这个 冀州被吞并之后 曹草去拜祭过袁绍 谢谢KingFox 谢谢黑黑123 G123 那曹草拜祭袁绍用意何在呀 谢谢大家SNL 那曹草我相信 那个时候也是心里有愧吧 这些黑黑123G123 那这是后话啊 咱们再接着讲 当曹草去占领衍州之后 那袁绍去扶持曹草 其实也出于自己的这个就是 利益出发 一方面跟曹草关系好 另一方面曹草能力是强 还有一个就是 袁绍也知道自己要跟这个公孙瓒 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仗 就袁绍跟公孙瓒的战争 他不是持续了一年两年 是持续了将近八年 就从公元192年 一直要打到公元199 您可以算将近打了八年 那么袁绍跟公孙瓒在进行决战的 在持续来回攻占的过程当中 后方的安全谁来保证 曹草 也 冀州虽然也是四战之地 也成了这个就是 也是无险可守 但是通过人 那是可以做到什么 有屏障的 你要说菜鸡互主 公孙瓒打得乌华人打成那样 能菜吗 谢谢十位陈英 谢谢落叶深蓝色 公孙瓒能扛那么久 这厉害 一开始的时候公孙瓒比曹操 不是比袁绍要强 开发河北有袁老板的功劳吧 比如说那个什么叶城 袁绍就建立得非常漂亮 好 那么曹操就要在 但是你要知道 袁绍挡在曹操的北面 使曹操也少了后顾之忧 那曹操在这个和袁绍在三国早期的时候 或者东汉末年的时候 三租鼎立之期 就是在两关度之战之前 两个人真的是好极有讲义气 互为屏障 那古代打仗在三国那个时期 有三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兵 第二个是钱 第三个是粮 兵 钱 粮 掌握在谁的手中 你要说公孙瓒 为什么不看中赵云 那回头我说 谢谢浩操也说咱们不急 巴也在鱼巴里面喝了啥 还缺点啥 还缺点啥 把茶叶交给柯农统治 谢谢半山邪人 这三样东西掌握在谁的手中 说哪个时代不重要 哪个时代都重要 但是在三国世纪它很特殊 或者说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很特殊 是因为东汉末期有一个特殊的阶层 这些五号白开水 在世家手里头 东汉末期出现了很多大家族 那么这些大家族呢 在这个董卓胡作非为的时候 迅速的壮大 怎么回事呢 董卓一胡作非为天下大乱 老百姓开始逃荒 东汉末期的这些大家族 像什么洪隆阳氏啊 这个洪隆这个阳氏 汝南元氏这些 影川巡氏这些 他们就是控制一个地方的 这个政治经济 还有拥有自己的私兵 老百姓啊 老百姓啊 他想要得到这个安全 缺武器吗 那么想要这个活下去 就只能依附于世家 就相当于去看着一个大家族 一个大城堡开门来 那凭什么接纳这个就是 这些逃荒的农民啊 可以给我种地啊 我要打仗的时候 你要成为兵去打仗 因此当天下大乱时候 能给这些诸侯们提供士兵的 就是这些士家 需要把这些就是不取啊 加兵啊变成正规的官方军队 那么前面刚才郭巴拉拉说了 还缺军械呗 古代的军械都是在租坊当中生产出来的 这些租坊在和平时期打造的是农械 农器在战争时期打造的是武器 那么这些租坊的所有人是谁 还在世家手里头 好了 那么世家自己 有没有称霸天下的能力呢 像强如汝南元氏的元少元树 这就是世家的这个青年财运出来征天下 那么还有很多世家他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是他们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只要做到一件事情 压保 我只要能选择好未来的霸主 穩了 因为当未来的霸主一统天下的时候 我们家的地位必然会更加高大 好 那么世家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在进行选择的时候 选谁啊 那么老多人在征天下 其实一个一股突肥也是在征天下 选哪家啊 那就看谁最优秀了呗 看谁最优秀的话 那我们前面又说了 世家在东汉末期的时候 垄断的是知识 都知道能征天下的人 必须是什么 万里挑一的人才 也就是啊 方方面面都能够 能独当一面的人才 哎呀 雪牛逼的这个创业者呀 好 天使轮忙不过来了 那这些世家的 那么投资的形式是什么 投资的形式是什么 你说我给你钱 我给你粮 我给你出兵 那不成了冤大头了 世家垄断知识 也就意味着世家当中的子弟 有些人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人物 这些人物能够代表世家的利益 同时还能够帮助他们选中的人去争霸天下 然后我们再去发现一件事件 一件事件的时候 谭三国的谋士 但是 这些谋士几乎清一色 出身于世家 诸葛也是世家呀 老皇家的人 诸葛亮可是黄承燕的女婿呀 代表的是皇家 好吗 那就开始投资吧 投资谁呀 其实我们来看的话 当时袁绍空手套牌狼 这招套得真好 有能力 别看袁公路 袁树这么强悍 但是跟他的哥哥一比 他在他哥面前就是什么 渣渣 谢谢火鸟分角 对不对 一看那就是什么 袁绍跟袁绍是兄弟俩 这这这这 渣渣 好 那就选袁绍 你会发现 循家这些 包括这个 河北的什么老崔家呀 他都选择投到袁绍这边 一旦世家在这个 袁家这边站队 不一样了 就袁绍能够跟公孙赞打那么久 这离不开世界的支持 诸葛家自己也是中等氏族 没错 嗯 然后我们来说公孙赞 讨讨大家 为什么世家不投资公孙赞 为什么这些世家豪门的子弟不投资公孙赞 谢谢卖你的阿万 这个知道的人肯定很少 公孙赞那么强 在跟袁绍前期争端的时候 公孙赞论作战经验论军队的水平 论这个 在这个幽州的这个治理这个呆的时间 方方面面都碾压这个就是袁绍 为什么不支持公孙赞呢 还没有杀刘鱼 人不行 公孙赞也是很厉害的呀 公孙赞地区太平衡地势不好 那在天涯大落的时候 公孙赞的地盘这个还不错 有仇 谢谢 军阴咱 不是公孙赞是五人集团不需要人才 他跟世战有救援 军队 不是看不上他的家事 公孙赞呢 他在发家的时候 所依靠的是什么呢 商人 就是有几个大商人 当时从就是所谓的就是从边塞地区 把少数民族东西卖到汉地 再把汉地地区卖到少数民族啊 有几个商人 哎 是公孙赞的坚定的支持者 但是这些商人他并不属于世家呀 编赛商人 那跟世家之间有矛盾 因为世家的好多买卖 也那大家在生意上有竞争啊 这些冷场救星 结果 这几个大商人就看中了公孙赞 我投你哟 公孙赞说我缺马 放心 我给你从塞外犯马去 我缺人 我给你从塞外征兵去 公孙赞手下的好多兵都是少数民族 那么等公孙赞在于幽州站稳的脚跟之后 投桃报李啊 公孙赞你帮着这些大商人从这个啊 其他的人手上抢东西 说听起来有道理求出处 好稍微等我两分钟 看原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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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XMaker120啊 来 既然是这个 求楚楚 豪强为什么支持 支持袁绍 而不支持公孙瓒 公孙瓒为什么跟世仇 这个就是世家有仇 就写了 那么在三国志 位置公孙瓒里面 引了英雄记里面 有这么一段 说公孙瓒统内外 衣冠子弟有才秀者 必亦使困在穷苦之地 就是把那些世家都给困起来 问题顾我说 今取一贯家子弟 及善事复归之 皆以自以为职当得之 不谢人善也 那么公孙瓒 当时跟几个人 关系比较好 比如说一个算卦 朴书师刘伟台 范增李一子 古人乐何 马当等三人 那么为 那么字号为博 为三人者为书众计 父皆俱义 获取其女 以配己子 成为古者取舟 冠英之属 以辟也 都是商人 那么为什么公孙瓒 会依靠这三个人 然后还跟他们定兄弟之事 并结成儿女庆舰呢 因为他们太有钱了 父皆俱义 是拥有巨额资财的 富士 古者 不是 他当时这是 说的是什么呢 公孙瓒 跟这三个人 为什么结盟 为什么成为儿女庆舰 商骨的骨 要不就联系个小书店 一方面公孙瓒 却打击世家子弟 另一方面又跟 这些大商人们 关系很不错 这些启蒙送的 粉心光棒 这要投公孙瓒 就有鬼了 所以公孙瓒的失败是什么 并不是军事上市 打不过袁绍 而是什么 实际上 实在是比不了袁绍 因为当世家 站在袁绍这边的话 对于袁绍来说 有源源不断的兵 源源不断的粮 源源不断的钱 那么在长期的 征战的过程当中 那谁扛得住啊 这业务免者 你可以想想 为什么公孙瓒在这样的 耗不起 说氏族也不是抢别人吗 氏族不是通过抢劫 氏族 他所在一个地 氏族是在一个地区 垄断这个地区的经济 政治的大家族 你就说比如说这一个地方 那些土地都是谁谁家的 那么 那他垄断了这个地区的经济 和这个政治以后 那他的实力是很雄厚的 就是他自己就是手下 拥有很多人去为他种地 就是三国实际上 跟就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属于什么 世家战队 然后选择代理人 代理人之间是群雄争锋 你要不是说袁绍四 这个两王四个二 袁绍也是在不断的 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有世家过去战队 那么当袁绍表现出来 可以跟公孙赞争 就是能一较高下的实力之后 很多挺袁绍的人 就开始战队袁绍了 这也是为什么 三国乱了那么久 到了西晋的时候 这些世家那么强 因为世家一直在战队 一直在下注 那公孙赞不能给这个改换门庭 问公孙赞想该改得了吗 尤其在公孙赞杀了刘鱼之后 那一条罩就要走到黑了 这些和尚爱美酒 我讲的太激动了 我先歇会 开个火力全开 兄弟们小礼物走一波 你不信三国就不抢 抢谁的呀 世家跟世家之间 也会有战争的 比如说一个地区 两三个世家 他们也会去争夺主导权 也会互相去抢夺 不取 但是世家本身在于运营 对赢者通吃 这是为什么 当曹操一统中原之后 刘备根本跟曹操争不了 拿头去争啊 谢谢上帝制骰子 谢谢霍特伦QW 谢谢SADBSDP 谢谢SADARK 谢谢 来我开火力全开 兄弟们小礼物走一波吧 对 世家都有个基本盘 这些YKMSTALK 说三国名将是剑客吗 三国名将要说的话 打仗是需要武将的 谢谢沈青小朋友超可爱 你发现我真的可以考虑推书 有些说读起来不好读 讲起来好玩 读起来念起来 就是怎么说呢 自己看的时候 就需要堆一堆书了 谢谢起床困难户 说司马大卫是必然吗 有个问题啊 如果曹操没有强势的家属 是不可能去一统天下的 或者说能就是控制局势的 翻过来说司马家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家主 也没办法去左右大局 这就是为什么当东晋结束以后 会有送其良辰 为什么这个杨坚能够取代这个北州来建立大隋 为什么这个在唐太宗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 唐朝就要进行一系列的政治革新 那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大麻小舅子 当时就是想要打破世家的垄断 必须要新科举 到宋代的时候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我以后考虑淘宝卖书吧 说三国名将是世界的前台吗 名将不是 谋是是 这士族待位是必然吗 是啊 因为世家政治有个缺陷 缺陷就是不断的就是 就是当权者要 就是当一个世家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 会取代上一个世家 谢谢老蔡文森特 谢谢小黑 谢谢清风段 至于说淘宝卖书 等什么时候直播间 咱们贵宾 你看到这有267人了吗 真要是有2670的时候 加个零 大概可以推推输 我也能进一本书 赚个两三块再卖出去 主要是知识悦普及 打破了这个世家对 官僚的垄断 就官僚这个阶级 一旦人才分布于各个阶层以后 那就不行了 就是行 这政治一旦不能垄断 你还怎么玩 玩着这一套体系啊 世家是被乱世图变的吗 不是让世家是被科举给废掉了 谢谢 我是你个一 谢谢 就是你到唐中业的时候 世家的能 世家的实力还很强啊 你比如说像王维 王维他就是哪的 太原王室啊 谢谢 这乱世不但洗不了世家 还使世家更壮大了 世家之后就是文官集团了吧 没错 然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我喝口水喝口茶 讲了一个多小时 咱们今天晚上还有作者 我接着这个 把这段讲完之后 然后留下一个小时来讲作者 什么时候会讲司马懿 下周吧 说韩文的话也是小地主 一般的农民是没办法接触到知识的 太穷了 就包括这个明清时期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只要你努力的话 也可以成为朝中大员呢 没衰落 世家在唐中业的时候也很强啊 你其实唐代的牛里党争 说白了就是以寒门代表的文人集团 和以世家为代表的这个 就是贵族集团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冲突 清朝的皇帝是最成功的 你说哪一位 农民家没门 谢谢华晨 谢谢 谢谢华阁活动520 你真正好好去努力的话 今天这个社会 混个国籍 就是副国籍应该不会太难 我说努力啊 一方面是最起码你的水平得到 不说能跟这个什么张志动啊 走中堂这样的传奇人物相提并论 好歹你也得达到这种古代巡抚总督的这种水准 你没有这水准的话就别想着能当大官了 说清朝的皇帝权力是最大的不 理论上是 因为清朝在康英权三朝达到了封建统治的巅峰 不是我说实际上你现在能力的有吗 不不就能力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能力这个东西啊 咱们一讲奏折你就会发现了 以前的时候我说能力这东西你 就是没办法直观的进行描述 比如说一讲奏折的时候 啪把奏折放在这儿 这个这个事情怎么看呀 几乎就是99.999%的人都是一脸懵逼 知道了懂了 不是你就你连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没有 就别想着去解决问题了 那么没有分析问题的能力 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拿头上啊 就是这种东西你一听奏折就立马会发现自己和这些大人物当有多大的差距 就照黄卓说最和谐的我一点都不和谐 可是你首先得锻炼出来这样的能力 对不对 然后呢 有这样能力再往上升啊 因为你想问题就不够充分 你拿什么去解决问题啊 解决问题不充分的话 拿什么去堆政绩往上升啊 在这儿啊 这就是小课堂的价值啊 就配上大家去 嗯 就是说怎么样去 用这种得失的角度 用配上这种政治思维去看问题啊 谢谢心情舒畅 嗯 嗯 一听又懂一看就懵 谢谢 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换句话说你要去跟那种 就比如说你要是 嗯 打个比方啊 小课堂找谁加入 小课堂如果说 只有还在12级以上啊 这 从下周一开始啊 我就开始去拉啊 这个一般来说都已经进来了啊 少量的人 那老说也有找我 也可以拉 那 这个 实名验证的话 咱们四天再验证啊 那么至于说现在的 就是一般人条件不够的话 薪水有条件不够的话 那个 双12活动还在继续啊 这个 买查500元以上 送小课堂资格 那就是 人难如梅去拉啊 就是淘宝店的那个 店长啊 那小二 那么我们来说啊 咱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 那如果拿扶贫这件事情而言的话 扶贫这件事情而言的话 那么 大的 你作为一个大人物 你再去考虑扶贫 你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数字 而不是具体的哪一个农民 这个先够12级以上的 买查500块就行 这个 这个 联系家群 乙群 135493512 连续管理员 人难如梅 他会拉 那么剩下的 所有应该就是 这么一波一波拉完了 没几个了 我再拉就行了 然后本周六 也就是28号的时候 确定500块 还500万呢 就开播 这个小课堂第一堂 就跟大家见面了 你要说课表的话呢 会应该就是周六了 好 我就是说 都是合身和具小兰的区别 你作为大人物 你要看这个扶贫这个事情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数字 有多少人比较贫困 那么这些贫困的人 大概分布在什么地区 这个地区的经济结构 是什么样的 这些人大概是从事什么行业 导致福 这个就是贫困的 那么你在进行 就是说政策上的支持 或者说方略上的调整的时候 如何让政策去倾选于他们 让他们去赚钱 12接一包括12 这点很重要 很多人分别拉不起 他们问一点钱给他们 发钱不就行了 只不有啊 就是小课堂是在休息的时间 对吧 那么方列上是有的 但是上面的人物 只能制定大的政策 他需要一级一级的去往下去 执行 比如你到了省级的时候 政策有了细则 就是明天再私信 然后再拉 好吧 这个目净 我主卖这个普尔 还有红茶 细则是什么呀 你比如说扶持三农 对吧 那么这个地区的这个 水果 就是果园比较发达 那你怎么去执行啊 你在怎么去执行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省级领导 你打算怎么扶持 换句话说 等财政部把款给你 拨到你账上的时候 你打算怎么去花这个钱 好 那你马上去花的 拨的时候 可能说我扶持一个产业员 是吧 我这个产业员包含哪些方面 然后呢 这个钱该大概是怎么划分的比例 那会到了乡镇上 到了乡镇上 一个乡长 一个镇长的时候 在进行做的时候 他会有个进度表 是吧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满足什么条件 满足什么条件 那么你还要考虑 这里面会不会有人 以权谋私 那么在哪些方面上 可能会以权谋私 如何找出以权谋私 的人 那到最后 具体到一个村长的时候 那么村长去跟具体的农民去谈 不会去谈政策上的东西 他会谈什么 你种橙子吧 然后呢 明年这个橙子该怎么卖 你种苹果吧 明年这个苹果该怎么卖 所以在一个阶段 就谈一个阶段的话 难道作为一个村长 去跟农民谈 那国家大方略 富之三农 你说这些东西有用吗 那同样 你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去想 我一个农民是种橙子好 还是一个农民种苹果好 你不怕累死 关键是累死的情况下 你还什么也没干 对不对 这些一个快乐的粉刹酱 你要说这东西就是能力 你要说都是这么干的话 那什么都不用搞了 那就真变成非洲了 好了 在那说世家战队 这些主播怎么看 崖山之后 这个无中国 这日本人操作出来的概念 参考抗日战争时期的时候 这个日本对中国历史的这个曲解 那我有什么看法 那我还 那要我这么说的话 我说当中国的文化传到日本的时候 日本是不是应该成为中国一个省啊 那日本人肯定也不愿意了呀 对 你要说村长要动村长的脑子 不要去做操市长的心 这只能说能当好村长 运气好了能当好乡长 能好镇长 但实际上你得去想 我怎么样把这个事情 先做及格 及格是不犯错 不被处罚 怎么样达个满分 政绩优秀 能凭个优秀村长 怎么样达到个120分 我的能力不止当个村长啊 那就往上升呗 实际上想成为想去 就是说身居高位的话 你要想想你平时的工作 100分的工作 你能不能做出120分来 如果你一直是120分 去超出预期的话 才能进入到一个快速的升值通道 原因在这儿 想高升可以啊 按120分去做 来了 咱们开始 对象真的是蛮难的 因为身居高位的人 就那么几个 来 那么既然世家要站队 当时在整个中原地区 就有两个不错的对象 可以选择 一个是曹操 一个是袁绍 选曹操还是选袁绍 大部分的世家都会选袁绍 不是说袁绍的 袁绍的这个能力比曹操强 实际上 拿曹操跟这个袁绍相比 如果说曹操是100分 袁绍就是95分 尽管这五分的差距 直接使得曹操后来成为中原的主人 说小贺他要怎么拉 粉丹眼珠 群呀 谁有群以群 你先加群 1354 93512 然后呢 爱的管理员人淡如梅 把他拉过来 让他拉你进去 对吧 那就差五分的情况下 在曹操还没有发展起来 在袁绍已经站稳脚跟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世家是投的袁绍 这也使得曹操在后来征服这个就是河北的过程当中 困难巨大 困难有多大呢 咱们明天晚上会讲 曹操也是 以曹操之能 也是费了劳劲了 好 曹操 作为尹川巡家的一个精英 选择战队草草 这叫好文349830233 尤其是在 袁绍对寻域 就是说袁绍在对寻域礼遇有加的情况下 寻域离开了袁绍 那么七年 对吧 打袁绍 那么寻域占曹操 其实也是因为什么 政治理念的分歧 曹操跟袁绍 一开始是一个政治集团下 这不假 双方如果不抱团的话 都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曹操跟袁绍两个人 一开始就有问题 也就是在这个汉县帝被 董卓立起来之后 两个人的政治意见相左 袁绍认为 董卓他是一个乱臣贼子 一个乱臣贼子立起来的皇帝 怎么合法呢 这是袁绍的观点 曹操观点是 尽管汉县帝留邪是董卓立起来的 但是毕竟先帝有一诏 先帝这个都说了 想立这个刘邪为太子 然后呢 刘邪现在在董卓的这个支持之下 也成为了皇帝 那刘邪也是先帝的子嗣 那刘邪有什么不配当的君主的 你说曹操 曹操是不是曹操第一号谋臣 是啊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你说 你觉得汉县帝是否合法呀 那袁绍你要说 袁绍他认为流变才是合法的 毕竟他才是正儿八经当上皇帝的人 这些摸到人生长思梦 就在早期的时候 袁绍应该也没有自立的想法 曹操也不可能会有这个自立的想法 倒是袁绍啊 仗着自己这个优势多 仗着自己手上排好 这个飘啊 事实合法就完事了 那是袁绍啊 袁绍跟董卓之间的仇恨 已经不是国仇恨 家恨那么简单了 完全就是啊 哎呀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老袁家 在洛阳城中的 袁家人 全都死在了董卓手上 这一点啊 有目共睹 那这个 对于袁绍来说 董卓的一切 他都是要进行 反对的 那袁绍为了去否定留学的合法性 袁绍又做了一件错事 他当时就想一礼拥立幽州牧 谁啊 刘渝 哎 为皇帝 刘渝也是汉氏宗亲啊 反正上上任皇帝 这汉皇帝 刘志死了以后 没儿子 不也从宗亲当中选了一个人当皇帝吗 我凭什么不能选呢 我拥立刘渝为帝 那么这是曹操跟袁绍之间 一个关键性的什么 政治理念的分裂点 当袁绍想立刘渝为帝的时候 曹操当众就对袁绍说了一句话 因为袁绍说我们立刘渝吧 很多人举手同意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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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作为为数不多的反对者 丢了一句话 你们可以向这个新军称臣 我一个人面北而居 就是我是认定汉县帝留邪 作为皇帝的 那你说曹操跟袁绍什么关系 曹操能够当众跟袁绍起争执 可想而知 对于这个问题上 曹操是不跟袁绍之间 没有一丁点的妥协 那么双方如果说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 难免有分裂的这一天 没想到袁绍在这个节骨眼上 称帝了 袁绍一称帝 所有人都是一惊啊 你原家汝南元氏 四十三宫 大汉朝忠臣 一向以忠臣良将自居 这么多代人了 你袁绍你几个意思 你袁绍你几个意思 你自己拿块玉玺 你竟然称帝了 那么袁绍这么一称帝 说实在的 在当时颠覆了很多人心中的想法 你袁绍怎么那么差呀 这也是为什么本来支持袁绍的人都去支持袁绍 这个说实在 引了众怒 冒天下之大不韦 袁绍称帝 已经不是说 董卓 怎么怎么样了 那时候虽然说董卓已经死了 也不是说这群诸侯们之间 征伐怎么样了 虽然说诸侯之间互相征战 那么彼此都是为了抢地盘 彼此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大家打的旗帜是什么 我们都是汉臣 为的都是汉室江山 袁绍我当皇帝行不行 太汉者当屠高 袁绍还给自己编身份 我为什么能称帝呢 因为我是顺帝之后 三王嘛 姚舜宇顺帝之后 那这下子整个中原的诸侯全都炸了 为什么 你这 如果说任由这个袁绍称帝 那再加上袁绍 如果在这皇帝的位置上站稳了脚跟 那大家 大家的正义性 大家的合法性 大家脸面合在 那么袁绍从极盛到极衰 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 谢谢池油仔 为啥 袁绍虽然强 但是他编的吗 他沉吗 他说我可以追着到沉吗 你这个晚上沉吧 对吧 他就说我可以是 最早姓陈 陈又是顺之后 那袁绍的实力虽然强 他只是众多诸侯当中 论地盘 论这个各种各样方面 是比较靠钱的那位 但是你这么一称帝的话 袁绍一称帝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首先是袁绍跟公孙赞都能不打了 先停一停 袁绍说我要清理门户 公孙赞你尽管清理门户 曹操跟吕布打的你死我活 吕布说咱们先停一停 这位称帝了 曹操说打的就是这乱臣贼子 咱们之间都是为了大汉在打 对吧 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只不过是这个理念上的一些小的冲突 这袁绍就是一个什么乱臣贼子 甚至包括一些山贼土匪 袁绍倒霉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的匈奴人 匈奴陈余 一个叫鱼弗罗的人 在趁着天下大乱 然后开始四处劫掠 当时这余夫罗一看 这还称帝 我们抢的是汉式的江山 这没抢 你抢的并不是你老袁 这袁绍的江山 你袁绍什么意思 连匈奴人都加入了 谢谢TG大学901 换句话说 大家为什么打袁绍 其一 你袁绍不合法 其二是你袁绍没本事 其三是 你既不合法又没本事 你占着那么大块好地 又有钱又有良又有人 我们打了你 不但能证明自己的正义性 更关键的是什么 有实际上的好处 袁绍这下 尝到了群起而公之 袁绍估计败的 怎么回事 你说我哥打我也就算了 曹操打我也就算了 吕布咱俩可是盟友 山嘴你们这几个意思 我你们反对汉朝 我这也反对汉朝 哎 匈奴人 你不讲道理 这些玫瑰梦境 那袁绍就顺 在这个 法统不合理的情况下 又成了众人眼中的什么 大肥羊 这个惨 袁绍被打败之后 一蹶不振 哎呀 真一下子好了 袁绍只是认为 趁乱称个地 称地之后 那么以皇帝的名义 去争讨四方 更具备正义性 他也没有想到 为什么这些 打得你死我活的敌人 会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联合了 去对付他 你要说袁绍的谋事可惜了 言相嘛 劝袁绍劝不住啊 谢谢 走走道就他妈设了 谢谢 这就是好言难劝 该死的鬼啊 大家不都这么想的吗 想归想干嘛 就他一个人做出来了 那袁绍在被群雄讨伐完 失败了之后 因为袁绍没有立即死亡 谢谢 S1662088 谢谢 谢谢兄弟送的 这个 能量水晶 谢谢 怎么是填锋的 谢谢兄弟帮我完成 一星挑战 填锋是袁绍那边的 那大家都知道啊 尽管都想着成为万中无一的那个人 谁也啊 这个不敢称帝啊 我不知道新三国的袁绍的某事是谁 比较出名的一个叫严相的人 谢谢星空夜无痕 谢谢Soris 好 那大家都开始啊 都以拥立汉术 汉室自居 但是呢 没想到 汉宪帝还真的从长安回来了 原来董卓一死啊 董卓一死 他手下这些西凉的军阀们 啊 严相才史书上有提那么一点颠啊 提那么一丢丢 就是劝袁绍不要成帝 那么这些西凉军阀又以谁为代表呢 李绝 郭四 然后呢 马腾 韩随 注意啊 马腾可从来没有反对过董卓 虽然在西枪的时候 跟董卓发生过一些冲突 那跟汉室没有任何关系 包括像这个张秀啊 张秀的叔父张继 也是董卓的人 那么 曹就是 嗯 就是一代赵那位董成啊 也是董卓的人 董卓手下这些军阀互相混战 把长安给搞砸了不说啊 那汉宪帝流血也找到机会 终于可以脱离 哎 西凉军阀的掌控了 这就算相普通 但是等到汉宪帝费尽千辛万苦到达洛阳之后 这这这洛阳破了 皇帝需要一个安身的地方 当时洛阳有多凄惨呢 凡丑死了呀 凡丑死在了这个李绝手上 A352662039 说董卓有没有机会统一 董卓没有机会 董卓一开始的时候想 就是坐稳江山 或者说想成为一方大员 就不要那么跳 凡丑死在了这个李绝国寺的鸿门宴上 那接着说 当时汉宪帝有多惨呢 手下的那些文武百官们 就只能吃靠吃野菜 还有饿死的 那好了 谁都知道皇帝已经来了 大家都以拥立皇帝为这个口号 皇帝又在眼前 谁来付出实际行动呢 首先 当时的北方 袁绍实力是最强的 公孙赞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失败了 千万我不知道啊 天公司 只能是在幽州地界 苟延残喘 曹操 还没有发展起来 吕布已经是占了徐州 把刘备给搞得够惨 曹操也在眼周需要去经营一波 真正有话语权的是谁呢 这些再入雨林 是袁绍 袁绍 那么袁绍要不要赢 离汉县帝进入河北 入住夜城 袁绍很不想拥命 为什么 他根本就不认可 汉县帝留邪的这个合法性 所以当下面一些谋士 为此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 袁绍选择了什么 袁绍选择了这个 默然 看看再说 就是我也没说赢 我也没说不赢 咱们先等等 但在这个时候 曹操抓住了机会 因为曹操那个时候 把许昌给经营起来了 循玉就跟曹操说 盈利汉县帝的必要性 既然大家都以奉汉为主 那皇帝假设掌握在你的手中 皇帝说谁是叛贼 谁就是叛贼 你就可以号召群雄去讨伐他 你要说袁绍错在哪了 犹豫了这么一下下 曹操也觉得对 毕竟自己在这个地位上 根本没办法跟袁绍相提并论 而且跟吕布的战争还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 曹操盈利汉县帝入主 这个许昌 其实 还没有考虑那么深远 这个时候的曹操还没有太黑化 不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你看曹操就那么一点地方 那么对于吕布来说 必须要想方设法的 来尽一切可能去讨伐吕布 还有什么把这个皇帝迎过来 接着宣布吕布是叛贼 号召天下去讨伐吕布 说袁绍皇帝不会引起内部矛盾吗 谁赢皇帝都会引发内部矛盾 曹操这边 曹操跟这个汉县帝之间的那些事情 曹操始终没有跟汉县帝翻脸是什么 原因就在这 什么义带招啊 后面的这个就是扶皇后之死呀 这不就是曹操跟汉县帝 这种矛盾的体现吗 只不过曹操和刘邪 都没有捅破这一层窗户这 就是迎皇帝有利的一面 可以就是号令天下 然后奉天子以令不臣 缺点是 你替皇帝做主了 你到底是汉氏江山 是皇帝说的算 还是你说的算 因此曹操就落了一个名号曹贼 贼吗 窜江山的人 不管怎么说 才对曹操当时而言 曹操的确比袁绍更需要 哎 汉县帝 心腹大患 懂着这个吕布啊 当这个汉县帝被迎来以后 问题来了 曹操跟袁绍谁高谁低呀 毕竟皇帝要嘉奖曹操 要给曹操封号 说为什么那么多诸侯不统一起来打曹操呢 谁打呀 曹操跟袁绍现在是一个战袍的兄弟呀 袁绍没点这个汉县帝也是怕被叫原贼吧 更重要一点是 袁绍始终不想承认刘邪作为皇帝的合法信 结果汉县帝刘邪封曹操为大将军 那袁绍字号车企将军 车企将军这个要归大将军广 出事了呀 曹操在这个时候跟袁绍之间 曹操是袁绍的实际小弟 但是在封号上面 袁绍就成了曹操的部下 袁绍当时 这些黑黑一二三就一二三 要对曹操翻脸 要对曹操用兵 曹操也知道 这个时候断然不能跟袁绍做决裂 所以赶紧跟袁绍 时刻好 我让 你比我高 你比我强 但是两个人的裂痕 你会发现 等汉县帝进入许长之后 是越来越大 最终到了一种 就是必须是你死我活的程度 那明天我们继续来讲 曹操跟袁绍两个人的分裂 休息两分钟 把千天没讲完的奏折讲完 其实三国嘛 我们要是脱离武将脱离谋士 去开始分析这些政治集团的时候 其实看这段历史更为真实 更为透彻 是不是啊 也不是故意的呀 本来 汉县帝那个时候也小 年纪也小嘛 谢谢13909 3079 不是说袁绍怎么跟小孩这样战后一个虚名 这牵扯到一个就是地位的问题 你感觉更刺激了 好久没看过了 哎呀 这个直播间那么精彩的内容 你都好久没来 我好伤心 谢谢重启1985 那寻遇不是尊抗吗 为啥还建议曹操掌握天子 那天子能给自己做主吗 如果天子能自己做主 给自己做主的话 他能混得气残落魄的 要逃到洛阳去吗 啊 来玩啊 说乱世地盘军队不是最重要的吗 官知也重要啊 这牵扯到一个世家战队的问题啊 世家肯定选择最有实力的 官知最高的 图拉奇哪买的 淘宝买的 你卖炸了 这这 关键我被骗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选的是金造T700A 然后呢 是静音款 后来发现 后来发现根本不静音 谢谢秋色星空 主播喝的什么茶 主播喝的是 其实还是玉兰了 是玉兰的料压的 深山夜运 现在已在淘宝店上架 还是玉兰 就是换了名字 然后规格也换了一下 价格还是算换算下来 划算是一样的 没变化 就玉兰不是没了吗 然后他们把这个料 这个全部都就是 就是同学生头料 这P是一家的大饼 J-A-U-M-G-S 我打算卖书吗 没渠道怎么卖 讲三国来听的人就多一些 怎么缓点温中 你们说买个煮咖啡的温控煮 没多少声音 我知道没多少声音 但是 但是 泡茶味道差一些 我也对了 我可以完全放入温控煮 你说的动 反正晚上也不怎么讲 没有这种泡茶的话 平时怎么 怎么去选茶呢 不行 说这个不快 不想买新的吧 不是啊 你看等着过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月过年了 是吧 到时候我好好播 然后水友们这个礼物多点 反正过年了嘛 我收了红包 我立马过完年我就去换个大红 不 换个静音红 谢谢风之兰 谢谢熬游太空勇士 我虽然平时的时候很穷 但是过完年我肯定是有闲钱买红 说为啥三国这么红 三国演绎啊 过去评书啊 这些都去讲 那个鸭鸭火锅好啊 一边煮水一边涮肉 然后我换房子了 不是暗示了 再过年了怎么也能收点红包吗 谢谢难得沉默 压醉什么钱啊 过年我不修 我不 我挣这个就是 我靠本事我挣奖金啊 我去这壶就是我去年换的 张OK 这是个新壶 结果声音还是大 不赖我用 我开卖看什么 我这个飘了 过年加班嘛 挣点奖金去买红 这合情合理吧 我说的啥 大年才是播 播 可以吧 自己的壶自己挣 过年抽奖发不出去 没快递 一般来说 直播间抽奖都选择 这个 那个年度大庆的时候 等到再等上三个多月 咱们直播间五周年了 又可以了 简而言之 过年赚加班的钱 对 年三十打啥游戏 年三十的话 咱们就开始讲书嘛 年三十咱们讲点 这个人也不会多 但是就可以讲一点 平时 很少讲的那些内容吧 那问题来了 看我还是看春晚 那个手机打开我的直播间 电视打开春晚 两不当 找个两千瓦的 我这多少瓦 又的我没写 应该后面写着呢 我是一千瓦的呀 我倒是这个三十赶播 好 我记住你了 ZSC 你这个过年三十咱们三十见啊 我喜欢中的哪一段历史 其实都挺喜欢的 嗯 嗯 这个 这个 是啊 认识快五年了 长一十二十年觉得是不是好 就看完一半 这看没看完 没看完一半 人设剧情就开始崩了 哎 好人不见的是好人是吧 坏人也不见的是坏人 不用截图啊 那有缘的话过年会见的 来吧 谢谢回拉琴的苏克 谢谢出来见我 其实我们说小课堂啊 到底是讲什么 小课堂第一件事情 要教会大家 不论是看到一个 让你兴奋的消息 新闻啊 还是看到一个 让你气得不得了的 这个就是新闻 讲点 平时不是不让播呀 平时没有时间讲的吗 只好过年都闲了 那就随便讲点什么 讲的更随意一些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开心也不要生气 因为无论是开心也好 还是生气也罢 大喜大悲 就会干扰你的判断 那这是第一点啊 先要学会练气的本事 就是再气的新闻 在你眼里面 我也不气 第二件事情啊 看一个新闻 看的不是新闻的内容 或者看一个实事 看的也不是实事内容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想推荐的公文高手 一个是这个 就是案例片 一个是理论片 那这点很重要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要在脑子当中 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想清楚 对吧 这点很重要 那么第三件事情 就是说事情 就是这是到了第三年了 事情该怎么样去发展 会有哪样的结果 所以以前听过的 预测收入涨价 结果成真了 预见性很强 他们都不信我的 他们总认为我开玩笑 结果白白错过了 这个赚钱的机会 我是穷 我要是有钱的话 我投资冷酷 我吞猪肉 我现在我的财富 就能涨个两倍加 可惜的是 只能 只有这个 预见性 没有这个赚钱的 这就是实力的问题 谢谢 为了性肯不肯直播 然后呢 多脸思考问题的能力 这没办法呀 那怎么办呢 虽然说能看到了 看到了未来 但是轮不到我吗 我没有意思 叫猪肉 我只是当时去评价 评测 为什么猪肉会涨价 能涨到多少 我去给别人做参谋啊 参谋什么呀 还没轮到我参谋的时候吧 才两倍吗 读目38032 如果你在一年之间 能使你的财富增长200% 你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的 投资理财顾问了 一年能使财富翻番 开玩笑呢 就是年初的时候 你有100万 到年末的时候 变成300万了 这是什么概念 好了 咱们还是讲奏哲吧 慢慢来 是吧 还没轮到我发财的时候 我又何必着急呢 所以是吧 这个 哎 道行不够 道行不够 谢谢张鱼 是我的 谢谢 过年前会降 就是相比现在 就是说 保障过年的物资供应 这个是差不多的 至于说 过完年以后 看看出栏的数量了 你感觉 斗鱼抽奖 三个月就翻一翻 我告诉你 出来欠我 我自从斗鱼推出来 抽奖 这个环节之后 我最赚钱的是什么时候 是刚刚 这个出来抽奖 然后为什么呢 他偿往跟我说 你抽啊 这个一周抽两三次 会给你这个补偿多少余赤 那个我是赚的 就是说 虽然说我抽奖 凭着抽 就是凭着出 但是斗鱼 补了一火箭 撒飞机 还是一火箭 四个飞机 这肯定是赚的吧 先往大锤TCT 别分析猪肉 对啊 我都提前分析完了 大家晚上好 来 我看一个活力全开 咱们把这两道奏折 讲完 谢谢Jackson08 谢谢 我比较庆幸的是 在我次说猪肉的时候 别人都不讲猪肉 谢谢火柴人送到午餐班卡 当我不讲猪肉的时候 他们都来讲猪肉了 耶 谢谢火柴人 谢谢 大家晚上好 谢谢兄弟的武装办卡 对 咱们奏折走起 然后 龟家军进京头领 其实奏折才是精华 总比 等把奏折都听溜了 你会发现 无论是时事 还是历史 都不难 可惜的是 一道讲奏折的时候 好多人都跑了 闻烟闻 还是听着有点晕 谢谢马师跑通杀 就是奏折就要培养大家 看问题的能力 你要是想去去思考 并解决这些问题 没有个三五年的功夫 是练不出来的 这就是道行 想要把一百分的卷子达成一百二十分 都要去练 这是为什么上了班以后 没关系 我给你翻译 听不明白 需要再把业余时间拿来充实自己 然后你可能会问 那图什么呀 图什么呀 图的不就是功成名就吗 图的不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有成就吗 至于说想国泰民安正通人和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 恶尔泰能臣呢 对呀 能臣呢 说猪肉还会长 所以别做一侧 好 那我们就不做一侧 来 云南总督 沃尔泰 奏报委员 招府黎平 镇远 督运等处生苗情形者 说 用正六年7月21日 小课堂会有大量的文言文内容 这避不开的 那开始说 为黎平 镇远 多运等处生苗 盘踞于前 楚 月 三省接壤之间 烧杀 劫掠 四行无忌 贵州暗插使 张广四 素有材烈 坚能武士 是以陈安省省派什么 传调张广四至滇省 详细指示 令其带兵 前往昭府 说八寨等处投蟹苗民 共大小110余寨 即1800余户 又旧府生苗 共大小四五十债 即1200余户 周围地界 约近267里 局面已定 那翻译一下 就是说 在清朝快速发展期间的时候 那么地方跟少数民族的冲突 就比较激烈 在新疆的是跟维吾尔族 西藏的是跟藏族和蒙古 南方的话就是跟苗族 那么有专门的资料 来介绍清代的苗族起义 那你要说苗族 为什么跟汉族 有这样剧烈的冲突呢 一方面是因为 汉族的生活区域不断地扩大 那和苗人的生活区域 这个有重合 另外一方面呢 苗族的文化和汉族的文化 是完全不兼容的 也就是说当文化理念产生冲突的时候 必然会引起一些争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 生产力是非常的低下 因此到了灾荒年的时候 人为了生存必然会进行劫掠 那当劫掠产生了一些价值 带来好处之后 又必然会组团劫掠 那组团劫掠之后 那发展起来就会成为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这种叛乱 或者是起义 或者是争端 怎么说都行吧 那这个奏折就是当时的云南总督二泰 就给雍正皇帝说 已经派这个贵州岸城阿使张广寺带兵 前往黎平 镇远 都运等处 这个对付烧杀劫掠的苗族人 一共这就是打了这个180一寨 这个生不了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呢一共是2600余里的这个26070里的这个地劲 已经大致平定 也就是说战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那你作为雍正皇帝该怎么去回复啊 你看看大家了 那这不就是天涯大势吗 晚上好 茶馆里的猫 谢谢易龙川 我翻译完了 那诸位阁老们 什么想法呀 或者说 该给俄尔泰怎么说 好 干得不错 再接再厉 知道了 傻 牛逼 你要安排善后工作 哪些地方需要善后啊 那大家觉得 哪些地方东西需要这个善后我帮 注意保持 那你知道作为一个皇帝 所考虑哪些问题呢 那么第一件事你要想被平定的这个苗寨会不会再度发生叛乱 那么如果发生叛乱的话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形 比如说在镇压的过程中 比如说在镇压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人员伤亡 然后呢为了报仇啊 再度叛乱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安抚的过程当中啊 可能这个安抚工作没有做到位 哎 别人没吃没喝 再度这个去进行叛乱 那么还有一种啊 关于就是说 叛乱的匪首可能没抓住逃到深山里面去了 先等这个清军一撤又从深山深山里面返回 接着去挑唆叛乱 你都得要想到啊 对吧 那现在是主播我给大家去讲 帮助大家去分析 那以后你也得想啊 这是当一 如果这是一个新闻爆出来的话 你得去想这怎么回事 那我们来说 如果是贵而复叛的话 应该怎么办 是继续去派兵去缴呢 还是去派人先去安抚呢 判了我就搅啊 撤了回来 你再判我再搅 再判我再搅 直到把你打负为止 还是说 想方设法的让这个对方啊 不要再判了 那不要再判的话 拿什么去保障对方不会再判 说继续讲三国了 最近有了三国专题 为大宽南北朝做准备 怎么办 谢谢军军天下游 告诉大家 你认为该怎么办啊 说对付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 杀了算了 屠杀 那屠杀一个民族 你认为 会带来什么的后果吗 打到知道疼了再服 你意思就是再出 如果发生这个叛乱的话 再去派兵去镇压 说什么时候把上下三国讲完呀 暂时没有计划 因为还没有写完 事情太多 收缴武器 改土归流 把这些苗民的武器都收走了 关键是他们在叛乱的时候 不见得会 那比如说拿着这个锄头什么 去造反 拿着这个割草的镰刀去造反 你怎么把这个镰刀锄头都收了吧 马上好 带着沙沙去太空 能同化吗 同化需要多久啊 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那么眼前 你不能把问就是说慢慢去同化几百年以后就好了 现在呢 来看看雍正是怎么进行批复的 没关系 咱们先慢慢学 谢谢 QYBZ WQ 说生化 生苗要同化 没几十年不成吧 需要上百年 在山省之间先设立衙门 并安抚当地民众 来看看吧 谢谢自立马拉 你看雍正是这样说 看的 说心悦懒之 此时 倾忠诚客感神明 筹划得一之所致 既然立了功了 就要去赏 就要去表扬鄂尔泰 观此 张广似非等闲人物也 括号 你可以重用他 但是皇帝不能说我要重用他 为什么 万一现在重用他的尾巴 翘到天上去了 皇帝就给打自己的脸了 但是呢 要重用一个人 得下面的官员去说 这个人可以用 皇帝同意了 回头这个人出了问题 我找你算账 做事 千万要想办法 不能让打自己的脸 你说这 那人 谁也不是会 这个有 是这个 预先之名啊 那万一 这个人很有能力 他偏偏翻车了 人要是你用的 要背锅 要打自己的脸 对吧 谁也没有先见之名啊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观此 张广似非等闲人物也 张广似已经是暗查史了 说他是等闲 非等闲人物 官儿有点小了哟 嗯 朕家月之志 但此事 朕先见张广四出尽苗弟 其敬奉之景 四只用府而不须威力也 今即用兵威福取 善后事宜更当谨慎为者 翻心定地方 立之一字 万不可遇角 前梁二字 万不可惜 无音小而无大 切欲 切欲 那么这个人我要用 但是不是我去提拔他 你要写折子报上来 为他请公 为他这个什么 这个 再说说一适合当什么 我批了再说 对吧 这回头万一张广似搞出什么 邀蛾子来 你的是 那么至于说 平定的苗族地区 那么你平定这个地区 我想的是这个地区 不要乱就行了 而不是这个地区 给我要产生多少赋税 给我要纳多少钱粮 那换句话说 争一个地方的赋税 争一个地方的钱粮 皇帝能说吗 把赋税给我免了 把钱粮给我免了 回头要万一去征这个地方的税 征这个地方粮的时候 苗民要造反 皇帝又要背锅了 为啥 你征赋税 你征钱粮 所以这地方造反了 怎么办呢 把意思要穿插到 说善后事宜 更当谨慎为者 凡心定地方 立之一字 万不可欲讲 就是只要你心平的地方 先不要考虑从这个地方上能够赚到钱 所以你是去免粮还是免税 那是你说的 回头要收的话 你看怎么办 当领导要有当领导的本事 要有当领导的艺术 事要让对方去做 但是锅 自己绝对不能背 钱粮二字万不可惜 物音小而物大 窃欲 窃欲 不要去心疼钱粮 这些地方既然被平定了 苗民因何而截略 可能没吃没喝了 没吃没喝了 就给他们钱给他们粮 不要去给我去省什么钱粮 这皇帝都不背锅 你想过没有 我是你哥 哎呀兄弟 你如果说 不用去争他们的税 不用去争他们的粮 回头的下面拿着你的话 去拿着鸡毛当令箭 说皇帝说不争税了 皇帝说不争粮了 然后他在当中 这个大发奇才 你就要打碎了牙齿 往肚子咽了 因为你说不争税 你说不争粮的 你把你如果说一条一条 说的都没有余地的话 他下面拿着你的命令 去开始胡搞的时候 翻车的就是你了 你要说关键是这样的暗示 那个位置的人都能看到 皇帝心里的算盘 真是难受 对呀 所以我说身居高位的人 就要受得起的委屈 要顶得住压力 要不然的话 拿什么去身居高位呀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说你爬的越高 所受的委屈就越多 这就是现实 你作为领导 你千万不能把这话说出来 说出来翻车的就是你了 下面拿着你的话 去给自己敛财的时候 你说的呀 对吧 不能说 但是不能说 要让对方去做事 今既用兵威扶取 善后事宜 更当谨慎为者 凡心定地方 立之一字 万不可与缴 不是潜规则 是只能这么说 不要想着 从这些地方来给我赚钱 然后呢 钱粮二字万不可取 无音小而无大 该花钱的地方就花钱 该用粮的地方就用粮 那雍正说 全天一样人都对我吐口水 我说什么了 还不是忍着 对呀 那你要说 多少人去吐槽雍正 雍正忍了 这就是策略和说话的这种艺术 你不能这么说 就是如果你当皇帝的话 你能这么说吗 张广四 我升他为贵州巡抚 这些心平的地方 不要征税了 然后呢 他们如果缺这个穷的地方 给我把钱 给我把粮给我拨下去 好 张广四 你自己把跳到天上去开始胡作非为的时候 你身为君王 你用人不明 成昏君了 你说不征税 下面的人拿着这句话都不征税了 以后也别让去收税了 要不然的话 你皇帝出尔反尔 你说拨多少钱 拨多少粮 那既然皇帝都说可以拨钱拨粮的话 那就放开拨呗 至于说拨了多少 我家有亲戚 我给我亲戚多拨点 我违法吗 我违规吗 这不是表表的问题 只能这么做 否则的话 下面就上政策下的对策 能把你欺诈了 你说我的意思是这样 您的话是那样 谢谢今日永远的小七 也是意思你懂的哟 对换个表达方式 让对方去承担压力 让对方去承担责任 不要把自己的话 变成对方敛财的手段 也怕的是什么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你口子怎么开 你懂锤 那围观的小男孩 慢慢来 A2A92004358 不是摩林梁可告诉他了 不要着急着把这些地方 给我变成赚钱的地方 不要心疼钱粮 该辅就辅 该花就花 但是最后你怎么花 怎么辅 判断的这个就是准则在我这里头 就防止对方 胡整 胡搞 没有摩林梁可 告诉你了 但尺子 你自己心里掂量 什么是尺子 你胡整的话 我就有办法收拾你 你要说不要省钱 但我不给你钱 雍正花钱是很大方的 雍正在这些事情上 就是给地方的财政是留了很大的余地 让他们去 话不能说死 就是你正常花钱你就花 但是你要是想这个 花钱去以前谋私 花钱是中保私能 我就拿法令 整死 这就是雍正 对吗 判断的权利 就是判断的这个权利在我这 这些做客 送到粉丝音光报 就是我不会跟你说 具体的说 这个你可以把这个钱粮拿去抚慰 然后呢 你拿我的话去怼我 不给你这个机会 对 就是当头的不能把话说绝了 人家拿你的话去怼你的时候就很难事了 不接近资本主义 这个 这属于管理学的东西啊 得了又再得 就说完了 有些东西你就是 就是说是一个意思 然后呢 别人都懂是另外 别人都懂它是什么意思 但做就是另外一个意思 所谓就是 曲解它 就像我说的嘛 就是 把钱粮往下拨吧 他恰好在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亲戚 拨到亲戚手里面 那你说他违规了吗 他没违规啊 您说要拨的 你怎么拨自己亲戚里面 我亲戚恰好在这个栽子里头 你给你亲戚拨那么多 您说不要去省钱粮的 我 你说他是故意的吗 那您已经说了呀 可以这样去做呀 那干嘛去说这么事情呢 就是钱粮不要去这个珍惜啊 你如果办的事很正啊 我不跟你计较 你如果敢中饱私囊 我就有办法收拾你 就这意思 这就是管理的艺术 让对方在做事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偏离他的初衷 所以话就不能说死 谢谢一感梅子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 就是把意思传达到啊 让明白事情该怎么做 然后呢 操作空间捏到自己手里头 不给对方任何的 就是可以以权谋私的操作空间 这才是管理到极致的一种理想状态 这些match103 尺子你钻在手里头 我压根都把尺子给你 我只让你去做事 如果你敢这个就是胡整 我尺子就凉了你 肯定会死 这是为什么啊 在雍正朝的时候 很多官员不敢瘫 因为尺子在雍正那里头 到了乾隆朝的时候呢 乾隆是抓瘫抓得很厉害 照样是瘫的此起彼伏 因为乾隆把尺子给扔下去了 雍正这么说啊 虽然很坑 但是杜绝了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这种情况 这些土编们不要吵 官员赶胡来 雍正说我就可以杀你啊 我也没有什么话的把柄 让你去抓 好 第四道奏折 巡视台湾立刻掌印几十钟 贺说色等 奏报凤山县地方 有傀儡生番杀人逝者 雍正七年正月十八日 说金一本年正月初三日 访得台湾属 台湾府属至凤山县地方 有傀儡生番杀人一事啊 这个随即行文 该府并该营便缺查 据该府这个余村人详称啊 翻明就有一定界限 情因雍正六年十二月 这个二十八日 凤山县长 兴庄管事 丘仁山等领 本庄 殿民 越界侵入傀儡山 开水灌田 只被傀儡生番潜伏 杀伤 丘仁山等一十二人 原则告诉你了 也是全在我手里 那雍正就告诉就是这个时候做着什么呢 说哎呀 这个台湾这块出事了 因为台湾有高山族 那么台湾呢 也有这个汉地的移民 就是从大陆去台湾种地的这个百姓 结果呢 有一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百姓啊 在进入到了就是台湾当地少数民族活动区域之后 去开山去灌水 没想到被少数民族给埋伏给杀了 一下子杀伤了一十二人啊 十二人 这过程没有什么难的吧 那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事情这也很清楚了 怎么办 谢谢普拉伯费是送的粉丝光棒 谢谢瓢林树上薄莲 都故意找上级漏洞啊 我不想当官了 嘿 你千万别低估郭远的胆子啊 说天天就这破事 这已经不是破事的 死了十二个人呐 就伤亡 照顾好这十二人的家属 给点补助啥的 然后呢 这事情就这样吧 怎么办 你越界了怎么办 只能忍呢 严惩不带 带兵去攻打少数民族 把这些少数民族给搅了 这就是这个 和任的想法 那至于说越界了怎么办 只能忍了 这事就这样吧 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呀 派兵贸然派兵去打 也是不明智啊 派兵围剿高山族 那这个有个问题啊 为什么要划定界限 为什么要划定界限 其实说白了 就是划定各自的生存空间 那么如因为地方官员带着人去越界 说白了 这个性质就是什么 违反规定 对于百姓 服从上这个官员的命令去 开山去开这个 去这个开水灌田 自然而然这个就是 没有什么错 错的是什么 官员 那这个事情不能不了了之 实际上应该是处理相应的官员 来看看雍正的皮肤吧 那为什么要违反规定呢 觉得不会有事啊 很多时候就人觉得 哎反正过去也就是饮点水嘛 不会有事 真出了事之后 就成这种局面了 要给这件事情定性啊 自然过在内地殿民也 此家地方官员评诉 不实力严查之所致 丘仁山等一难辞疏忽之旧 既生出事端 策令设法击补 有何意呀 如等来时 朕遵遵循 但划清界限令 赎藩生藩百姓各安生理 不相互为侵扰 则可保相安无事之欲 如等忘记 向后当凡事于未然 方为至地方之道 若如此随事整治 恐不胜其凡以 总之如等器材之辈 虚应故事者多 实心认识者少 奈何 这也就能讹 那么雍正也知道 派兵去围剿生藩是不对的 况且这不是生藩越界是侵扰汉民 而是汉人越界是侵扰生藩 你去跟生藩去派人去抓 好吗 今天你报复过来 明天我报复过去 没完了 对吧 你雍正就说了 这样做有什么用 这个有什么用啊 你们去台湾的时候 我都跟你说 划清界限 划清界限 大家就是各自生存 不要去互相侵扰 这样才能相安无事 你都忘了 然后呢 出了事之后 你还问我怎么办 处理官员呢 那雍正这时候 你要说 这就不是甩锅了 雍正直接就点明了 什么 此节地方官 平素不实力 严查之所致 丘仁山等 以难辞疏忽之咎 问题出在官员身上 就处理官员 那处理官员之后 一切啊 还是照旧 不要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你说 不如死人了 这个 死人是大呀 那你说 这要是派人去找 去搜山 去抓 没完没了了 死人会这个 更多啊 关键解决问题了吗 也不会解决问题 毕竟 是自己这边人越界 不是人家犯错 平时的时候 邀功 说我读的这个批评 好像前面也听过 没有啊 这是新奏者 说这么批不对 杀人也有责任 生翻 就是少数民族 会有少数民族的规矩 善越界者死 那既然如此的话 已经跟对方的首领 谈好了各自的区域 好吗 你要越过你的区域 来杀我的人 那我就要反击 同样 如果我的人 进入到你的区域 触犯了你的规矩 他死了 这是我这边的人 没有约束好 谢谢 这是爱雄雄 有句话叫做 入乡随俗 也不是 跟人家在上头 这就是当地的情况 你认为 在派一支军队 去台湾地区 去搜山 然后就把这些 少数民都杀光 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些召唤师的召唤手 那在这种情况下 约束官员 是吧 这个 当为紧要之士 你说这美国 美国不也是吧 私闯别人住在 为别人 途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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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难道把这个 突突突的人给杀了吗 对 说 这生翻 几乎相当于现在 非洲那边 原始部落 我们都不跟普通人交流 而且现在的世界也存在这样的地区 比如说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就好哪个岛上 就有那个就是原始人 那么只要有现代人去这个就是接近的话 那都会被当地的人射杀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都是严格约束 就是现代人去接近这些岛屿 你说以现在的科技 以现在的实力 去剿灭这些岛上的土著 不要太容易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其实这也是人文观念也兴起来之后 那么大家都有彼此的生活方式 我尊重你的地盘 我尊重你的文化 而且这个地方你已经 实实在在生活了几千年了 没有必要 就是说因为属于澳大利亚 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澳大利亚的概念 对不对 他们也不知道世界上会有澳大利亚这么一个国家 没有 没有这个 这个复杂的文化系统 对吧 这些秦始残业西小思 说处理归处理 这话说的也太刻薄了 那雍正嘛 他就是一个刻薄寡安的皇帝 哎 骂的比较难听 如冷器材之辈 虚应故事者多 实心认识者少 奈何 并说我都怎么办呢 好 那这就是上周没有讲完的两道奏折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这种事情 就是说当头的 你要知道处理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固定的章法 谢谢 没有完美解决问题的人 仅此而已 好 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到这 兄弟们小礼物走一波吧 明天的话继续青史走起哦 我这还有个火力全开 林下波了给大家送一波鱼丸 谢谢我爱唱腿美眉 好名字 谢谢爱看直播 说这么一批就完了 故事的后续蛮有趣的吧 关于蜻蜓对台湾 也是一个 就是说 很大的这么一个板块 谢谢LY云飞扬 你要说的话 讲蜻蜓和台湾的故事 能讲一年多 谢谢SA62088 谢谢邀静之我一棒 谢谢短毛小伟一棒 不是少数民族真生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化 时代不一样了 讲奏折比讲故事有意思多了 讲奏折只有200出头的贵宾 讲这个三国的话快接近300 不是底层汉人好惨的 这些Lion队长 你想过没有啊 如果你作为头带着军队去镇压 然后人家就躲到山里面 你能从在这个生产力不够发的情况下 能搜山搜成什么样子 回过头来大军一撤 他们又会展开疯狂的报复 然后再死更多的人 再收山再报复 再收山再报复 没完没了 表面上来看是伸张了正义 实际上是死了更多的人 这也是现实啊 谢谢这才姑姑子的脚科先生 谢谢 那么 这也是我刚才想说的啊 碰到再让人生气的事情 也得从实际出发呀 这些包开云 就说第一是诊 不能忍得气 说有啥惨的 现在普通人能抓熊猫 现在你要说的话 现在也不存在少说 这种这个就是 反正在中国是不存在这种生翻的问题吧 嗯 啊 对 山参观市肯定受欢迎 我也希望我的时长能够多一点 看直播的人能够多一点 最起码能把基本的工资挣到 这也是一个奢望 希望2020年直播间能有比较大的起色吧 谢谢该用户已过期 谢谢谢谢 说生犯问题现在应该还有吧 没说么 哎呀有 就是在吉内亚岛上会有 在非洲的一些地区会有这样的野蛮部落 但是中国是母有了 我们的这个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好 全民奔小康嘛 就算是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 老百姓的生活也比许多年前好不要太多 谢谢该用户已过期 各位晚上好 什么叫等我把五代石锅发扬光大 我在最近在做一件事呢 就是年前的时候 客人在鱼巴里面更新几道菜 今年的话带点 那咱们主题 去年的话讲的好像是这个 谁呀的 这个盛宣淮家的家业 咱们今年呢 给大家更新几道宫廷菜 然后呢 把这个菜的出处 做法都更新到鱼巴 然后给大家这个就是在家 吃年夜饭的水友 提供一个表现的机会 不错吧 你说的话 今年过年 宫廷御宴 晚上好 这个绿色科技孙菜鱼兄弟 瞎播了才来 谢谢 您瞎播前来光顾一下直播间 吃冰棍吃挂了的那个 不是吃冰棍 那个是吃冰棍吃挂了 是那个哪家 是川菜馆的那个 谢谢泰徐石送的粉丝红包 谢谢白玄 丽家菜不知道 没接触过 就这样容易取关 不会吧 放到鱼巴 放到鱼巴 就是找一些比较好做的 咱们什么山珍海味这种没有 谢谢小军吃我一棒 谢谢泰徐石 二温头对他那个白开水 大过年的北京啥都没 这个是自己做的 你刚才说 饭馆里面也没有 调料怕是凑不起 也不会 尽可能 现在淘宝那么发达 你放心吧 那些调料你能买的都能买到 谢谢Q286031237 小阿姨 这是给你做的 不是出去点菜吃的 如果有条件允许 咱们过年我看看 现场给大家做一波 你都没 这个 吃点心行吧 小阿姨 咱们不行的话 挑挑宫廷的点心 提前 然后你跟这些烘焙坊说 要该怎么做 然后做好以后 取回家 过年的时候拿出来吃 先用户 谢谢 谢谢 PKA.S13 好吧 没事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 咱们不着急 这不才刚过冬至吗 喇叭还没到呢 这个现场卖锅了 好了好了好了 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 这可以吧 过去那种意思是要秀厨艺了 我的厨艺应该不OK 我的厨艺不值一提 好 大家拜拜 好 大家拜拜 冬至安康 拜拜 咱们 好 JK 好 我们又 mirror